第五百一十一章 苏染天脸色苍白 大长老所言极是,本想自己寻找变通之法 实在不行,再来找大长老看看 哪知道,现在已经快顶不住了 徐凡看着自家徒儿和徒孙关切的眼神,笑着说道 能治是能治,但没有那个必要 我的建议呢,直接转临重修 从根儿上解决着身上的隐患 要不然,哪怕这次把功法修改了 后面还会酝酿更大的隐患 不过,主要看你们怎么选了 苏染天先是看了看夫君,又看了看李初凡 笑着说道 大长老,我想转临重修 对嘛,这是最好的选择 凭借染天长老的资质 卫生仙洁,小事一桩 徐凡说着,拿出一枚玉剪递给了苏染天 这是转临重修需要修炼的神通 染天长老十年之内炼到小城就可以了 多谢大长老 谢什么 待你转临重修之时 我们引灵门还要给染天长老送上一份大礼 至于你现在的情况嘛 我给你炼制一枚灵丹 吃下去就可以把功法错乱形成的伤势压制数十年 都是自家人,别客气了 送走李星辞一家 徐凡站在自家小院的山崖边 看着他们离开的方向 命运哪,有时候就是这么神奇 这种功法出岔子的事情 放到别的地方也就没救了 不过,谁让有我在呢 徐凡在外逍遥几天之后 又回去专心练自己的仙气 就这样,两年的时间过去了 这一天,一道奇异的波动 扩散至整个引灵门 朵朵结云开始汇聚 有一种黑云压境之感 整个引灵门都在结云的笼罩下 而这时,一道罗盘形状的仙气升起来 迎接着雷云的考验 徐凡站在主峰上最高的地方 用新奇的目光看着天空中的结云 感慨说道 这庞大的能量没有一丝预长 就能直接汇聚而来 当真是神奇啊 沙雕在旁边说道 这就是传说中仙气成形式的雷结吗 此生见证一件仙气成形 也不枉练气时一场啊 沙雕表情有些狂热 眼神无比炙热地盯着天空中 灵域五星盘 徐凡安慰道 别激动嘛 不就是一件仙气 你以后也会炼制出来的 大长老,你不要逗我了 炼起宗师就是我的极限 沙师兄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这时,天空中雷声大作 无数雷电在界云中翻滚 照亮整个引灵门 徐凡盯着天空中的灵域五星盘 这仙气是最基础的 承受住三结便可成形 一道如妖粗一般的巨雷 劈在了灵域五星盘上 第一道雷结过后 灵域五星盘开始调动自身神韵 调动五星灵器 形成多重防御 哇,品质比我想象中还要好 竟然能硬扛第一道雷结 而第二道雷结劈下来 就击穿了灵域五星盘所有的护杖 而这时 徐凡身旁出现了一道血雾 慢慢凝聚成展灵的模样 他看着天空有些激动 大长老 这是不是你给我练着的仙气啊 徐凡一震 展灵长老 你声音怎么又变了 你们摸门的功法呀 还真是有些诡谨 不过也不用担心 等到仙气成形之后 展灵长老立刻就可以转灵重修了 展灵没想到这一天来得那么快 第二道雷结过后 灵域五星盘开始构建新的护杖 让观战的展灵心花怒放 刚炼制出来的仙气竟有如此之威能 他的未来一片光明 徐凡恩在心里头问道 葡萄 绝石巨灵阵放出去了吗 这节云中的能量如果任其消散的话 那未免太浪费了 已经在节云上空 布置好了绝石巨灵阵 只要第三道雷结批出 巨灵阵会立即启动 保证不浪费一丝能量 那就好 这时天空中的节云再次出现变化 第三道雷结还未劈下来 一部分节云便开始极快地消散了 最后只留下来一朵 化作第三道雷结劈下来 随后天空晴朗 万里无云 恢复了以往的好天气 落下庞大的仙灵之气 注入灵域五星盘中 徐凡知道 这是雷结之后的反馈 二号 该你出马了 二号分身一脸不情愿地 站在了徐凡的身旁 他皱着眉头 小补一情 大补伤身 可是仙气的反馈 明显补过头了吧 徐凡却白了白手 你也顶不住一号上 实在不行就我来上 咱们三个 还降服不了一个反馈 这时 一道无比庞大的仙气反馈 向着徐凡身上汇聚 徐凡轻轻一挥手 这股能量就率先向着二号分身凝聚而去了 二号分身张开手 一副视死如归的样子 庞大的力量瞬间遮盖了他的全身 仿佛有无数双小手在温柔地按摩着他 又感觉有一双双小手在灵魂之上揉搓 二号分身有些爽过头了 本铁 我顶不住了 让一号上 一号分身的眼中闪烁着不知名的神才 本铁 我感觉二号还能承受 你看他这么舒服 把这股能量让给我明显是谦让嘛 徐凡却是二话不说 直接一挥手 哪来那么多废话 请你做大宝剑还不满意了 给我老老实实享受 掀起反馈足足持续了三个时辰 让一号二号生无可恋 哎 本铁 你身上这个破bug呀 让我们太痛苦了 徐凡笑着挥了挥手 没办法 这是成为强者的必经之路 没办法 徐凡说着一挥手 守护在身旁的淋浴五星盘 就如同乖宝宝一般落在了他的手上 不错 这就是我炼制的第一件仙气 你们看一下 感觉如何 一号分身点着头 嗯 摒弃了那些花里胡哨的威能 只注重灵气间的调动 奔铁 已成长了不少 二号分身也说道 看着这做工就知道 本铁 你是真的用心了 三个月之后 引领岛主峰后面的平原 一座直径百丈的庞大法阵 呈现在斩铃面前 大长老 这就是那辅助我转铃重修的法阵吗 斩铃看着那法阵中密密麻麻的符文 有些演运 这就是辅助他转铃重修的法阵呀 徐凡这法阵非常难布置 消耗的材料不亚于一件仙气 这让斩铃有些感动 何德何能啊 不亚于一件仙气啊 大长老 我斩铃何德何能 不过他也知道 只要他自己转铃成功了 成为无敌尊者之后 徐凡就不会亏了 而且他会百倍地还给引领门 这时徐凡让斩铃站在大阵中央 斩铃长老 一会儿大阵启动 你便运行神通 有点疼 一定坚持住 很快就好 只需要一个时辰 第512章 法阵启动 斩铃运行配套神通 而这时 大阵中响起了一阵惨烈的叫声 斩铃只感觉身处一个大漠盘中 经络血肉灵魂 精神全部被绞碎放入到大漠盘中 一圈一圈地折磨 无比凄惨的叫声 让所有围观的弟子脸色大变 张学龄走到徐凡身旁问道 大长老 您这是什么阵法 我怎么看不懂 看着已经突破到注尽的张学龄 徐凡笑着问道 你今天怎么舍得出来了 观魔神通 偶遇平静 出来走走 消化一下 多出来走走挺好的 至于这个嘛 转铃重修大阵 让修士回归到修炼之初的样子 重新踏上修仙之路 特别适合路子走岔的弟子 此时 斩铃的叫声还在继续 徐凡继续解释道 想要转铃重修 必须把肉体和灵魂 投入到末盘之中一点点的碾碎 留下精华部分 再次凝聚肉身和灵魂 整个过程有些痛 不过问题不大 徐凡笑眯眯眯地看着这一切 他知道 这只是一个初行的版本 至于给苏冉天用的时候 他可以弄出一个无痛版本的嘛 把痛感屏蔽掉不就好了吗 张学灵想了想 大长老 我感觉 如果让展灵长老 神石游离在外 可以避免痛楚 徐凡猛地一拍手 对 这个方法很简单 可以进你一宫了 神石可以通过神通淬炼 可以避免很多的弊端 日后啊 你就在藏经阁中 对这些新入阁的神通功法 提供建议给我吧 遵命 大长老 一个时辰之后 大阵中心出现了一枚 高不到半丈的弹 徐凡知道 成功了 挥手去掉大阵 徐凡来到了弹的面前 展灵长老 你可以出来了 弹内 传出一道幼稚的声音 大长老 可否给我兼小孩的衣服 哈哈 早就给长老准备好了 徐凡手上出现了一枚万一球 在弹上开了一个小洞 送了进去 不多时 弹壳破裂 一个身穿华服的小孩子走出来 唇红齿白 眼神清明 犹如画中走出的圣童 眉宇间 依稀有展灵当初的那股霸气 小孩张口 老气横秋的模样 大长老 你不地道 那是有些疼吗 差点要了我的老命 相比于展灵长老见过的世面 这点疼算得了什么呢 现在长老如同白纸一般 万事万物可以重新输血 修仙之路 就在脚下呀 徐凡说着把刚炼制好的灵域五星盘拿出来 长老 这就是仙气了 赶快进行仙气封存吧 这个疼不疼啊 一点都不疼 徐凡启动第二重阵法 让仙气认主 把它封存在了展灵的体内 看着展灵一副小大人的模样 徐凡笑着问道 展灵长老 要不要找几只欲光兔 照顾你一段时间呢 不用 屁股丹和修炼的丹药 我早已经准备好 回去之后就开始闭关修行 展灵不太喜欢现在的模样 长得太可爱了 一点杀伤力都没有 还是派几只吧 展灵长老现在还小 变成了凡人 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岂能天天吃壁骨丹呢 徐凡笑着 转头让葡萄挑选几只 擅长赵国人的欲光兔 那展灵就不辜负 大长老的一片好心 祝愿展灵长老 早日回归尊者之鉴 葡萄速度很快 不多时 一艘小星灵舟 带着三只化成人形的 欲光兔来到了 展灵的面前 徐凡吩咐道 以后 展灵长老就是你们的主人 你们要好好地用心服侍 拜见主人 看着唇红齿白 一副小大人模样的 可爱小孩子 三只欲光兔露出了 喜爱之色 大长老 那我回去修炼了 长老去吧 注意劳已结合 很快 小星灵舟带着展灵离开了 徐刚来到了徐凡的身旁 师父 转灵重修 能增加资质吗 不能 不过相比之下呢 重来一回 肯定比之前强 你就别想了 老老实实修炼就行了 资质差点 没关系 咱们站立强就行了吗 遵命 师父 你现在的表现已经远远超出了为师的意料 就顺着这个感觉走 日后那些什么天骄妖孽 还不是要统统被踩在脚下 红走了心爱的大徒弟 徐凡又回到了地下空间 此时 一号分身正在进行最后的大成傀儡调试 终于要完成了 徐凡有些期待 以后自己一左一右站着两架大成傀儡 谁见了不得多给他几份面子呀 一号分身笑着说道 哼 这次真的打起来 不至于让咱们倾家荡产 属于可以接受的范围 当初第一代大成傀儡出来之后 一号和二号就有过预料 如果遇到三棒子解决不了的妖尊 不靠分身御服的话 引领门就要倾家荡产 因为这三棒下去 相当于消耗了半剑顶尖的倒计 再往后打 宗门就要拆了 徐凡也是好奇地问 这家傀儡消耗多少 二号分身说道 以前的一棒 现在可以打出八棒来 毕竟是大成傀儡嘛 如果光注意消耗的话 威力就会打折扣了 二号分身说着 把最后的核心放入到了傀儡的胸膛中 一道只属于大成七的气势升起来 倒到悬崖的符文 从大成傀儡身上闪现 符文开始演变 形成一层重甲 护在了大成傀儡身上 一号分身说道 好歹设计图是你拿出来的 想个名字吧 徐凡想了想 怒似天威 万物沉浮 就叫天威一号吧 二号分身笑着说道 你这名字听起来太土了吧 哎 土是土了点 可一听就明白是什么 一号分身突然问道 下面干什么呢 还继续炼制大成傀儡吗 不着急 这段时间你比较辛苦 等庞福回来 去找你的好大哥吧 相比之下 神火还是很重要的 魔刀不费砍柴弓啊 一号正想说话 突然天空中划过一道流光 一枚仙玉仿佛跨越空间 落到了他的手上 一号分身疑惑地看向他 这是流光仙玉 第513章 徐凡说道 你看看里面内容 是不是尤贤公的仙玉广告 一号分身挥了挥手 伸手把仙玉中的内容 投影出来了 还是那个熟悉的 横跨天地一般的大门 看第一遍挺新鲜的 第二遍也就那样 按理来说呢 这个尤贤公也算是一个 区域霸主级别的宗门 按照目前收集的 关于大千世纪的情报 咱们飞升之后 多半会落到这个区域之内 听到徐凡的话 一号分身说道 那是多少年之后的事情了 现在想那么多干什么 唉 话虽然这么说 可提前要准备好呀 因为我发现 情况有些不对 徐凡的身后出现了一枚 功德气韵宝盖 凝实程度 已经远超当初 最近感觉 人界天道和妖界天道 步向的后手 已经开始暗自发力了 不出意外的话 两界最后谁胜出 还要看两界天道的后手 所以我感觉 应该等不到 咱们飞升大千世纪那一天了 徐凡转身 从宝盖边缘处 摘下了一颗功德气韵宝珠 塞进了天位一号的核心处 唉 如果不想办法 离开这是非之地的话 我总觉得 可能会出问题 会与筹谋吧 一号分身叹了一口气 你这么说的话 我就感觉 有些压力山大了 这以后怎么办呀 嗨 没那么夸张 我心中早就有了计划了 到时候 要麻烦你和二号 一号分身淡淡地说道 我就知道 你对我们这么好 肯定是有原因的 算了 我先去休息了 等庞福兰的再说 一号分身说完 消失在地下空间中 徐凡叹了一口气 唉 自己忽悠自己 还真是有点难度啊 越来越不好忽悠了 天空中 又有几道流光仙玉袭来 徐凡是真的疑惑了 我都把仙气练出来了 怎么就没有我的呢 与此同时 主封后的平原上 二号分身正在对着整艘星舟 雕刻符文阵法 一看到徐凡来了 二号分身笑着说道 听说本体把斩铃变成了小孩 明明可以不用的 徐凡笑着说道 都转铃重修了 那重新再长一遍 也不是什么大事嘛 再说了 他的功法老是会影响他的生长 这次他成长起来 我保证是一个大帅哥 声音也像我 温润如玉 有意身心健康 二号分身没有接话 转而问道 所以你今天来找我干啥 没事 我就是溜达溜达 沙雕从星舟内部钻出来 看到徐凡笑着打了个招呼 大长老来了 沙师兄 怎么开始对星舟感兴趣了 没事 我就过来看看 我最近研究出来的合计 有些进展 突发奇想 看看能不能作为 星舟的专门修补林矿 啊 真的吗 师兄成功了吗 有些效果 但并不是很理想 最多只能修补 百米裂口长的窟窿 二号分身笑着说道 本体 这一回一定要好好地 奖励沙师兄 别的不说啊 光拿着这合金 看一家星舟维修厂 咱们就能赚得盆满钵门 徐凡也十分激动 那是必须的 过段时间 我亲自给沙师兄 炼制一件盗器 可以辅助沙师兄 成为正宗的炼器宗师 沙雕十分激动 大长老 真的有这种盗器吗 他现在 虽然是炼器宗师 可仅限于研究 灵矿合金这方面 至于炼制盗器 他总感觉还差点事呢 徐凡笑着说道 嗨 以前没有 我来了就有了 他知道 在任何时候 都不能亏待科研人员 尤其是这种 擅长研究偏门的 科研人员 沙雕十分高兴 如果真的可以 正式成为炼器宗师的话 哪怕是有盗器辅助 也算是圆了一个梦啊 多谢大长老 徐凡摆了摆手 师兄 咱们两人间 还说什么这个呀 真正要谢 也是我谢你 那大长老 你那些盗器炼制完之后 能不能让庞福 送我去药王谷一趟 这都是小问题 看沙雕的表情 徐凡就知道 他想干什么 一成功嘛 就想证明自己 溜完一圈之后 徐凡带着 雨燕妖尊和 一群合体器的 风蓝雨燕来到了原界 身后站着两架 大成奇傀儡 散发的气息 让那群风蓝雨燕 包括雨燕妖尊 都是瑟瑟发抖 原界中 小小的两界通道 早已打开了 雨燕妖尊 面色郑重地说道 大长老 您放心 我一定会把您需要的消息 带回来 这次任务 没那么难 只是让你探明一下 周围的情况 遇到危险 直接回来 简单来说呢 你们溜一圈就行了 雨燕妖尊 虽然实力不行 但是逃跑的速度 还是可以的 只要不遇见 无敌妖尊 逃命 是没有问题的 风蓝雨燕这一族 就是这样 把八成的天赋点 全部加在了速度上 一听这话 雨燕妖尊放下心来 遵命 大长老 随后 他就带着族人们 进入了两界通道中 这时 徐凡突然想起来 他在妖界 还放了一只穿山甲呢 哎 也不知道 这家伙到底怎么样了 葡萄的声音传来 目前放出的镇妖星 还没有查到 那穿山甲的信息 早在这个小号 两界通道开启时 葡萄就放了几座 镇妖星过去 徐凡也不在意 这就是一枚 随便落下的贤旗 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轮到它发挥作用 估计是跑远了 找不着 也就那样了 而与此同时 妖界中 一艘怪异的古舟之上 化为人形的穿山甲 站立在甲板上 身后是形态各异的妖族 一只小妖问道 城主 我们接下来要去哪里 我们需要避开那些强族 找一块隐蔽的地方发展 我们的实力真是太弱了 哪怕是人数众多 也抵挡不住一位妖尊 穿山甲说着 看向跟在古舟后 庞大的古舟舰队 主人 我为了你当真是拼尽了权力 奈何敌人太强大了 我只能避其锋芒 待我为主人忽悠几个妖尊 加入我们的势力 我再回归 正在穿山甲感慨时 身上的通讯法案器 突然震动起来 主人要重回妖界了吗 穿山甲拿出来一看 上面果然是徐凡的消息 很快 回到自家小运的徐凡 已经从葡萄的口中 得知了穿山甲的近况 哼 原来是被欺负了 带着小弟去别的地方发展了 一道光幕出现在徐凡的眼前 上面是这些年来 穿山甲在妖界的经历 看得他感慨万千 哎呀 当真是委屈了 在这么多大族势力下 苟言残喘 还能做出这么一番成绩 当真是一个好中奴啊 葡萄分出一个小分身 带着三座轨道炮 去协助穿山甲 这些年 他不容易啊 第514章 对于徐凡来说 无论是自己的人 还是自己的妖 受委屈了 肯定要帮他们讨回来的 葡萄回答道 遵命 主人 就在徐凡等待着妖界那边传来消息时 雨燕妖尊的头颅 从两界通道处滚落而出 随后一位无敌尊者 想要强行踏过两界通道 被葡萄关上了 葡萄的话音有些焦急 主人 当年那无敌妖尊没有走 还在此处隐藏 徐凡的面色 也变得凝重起来 过分了 等我这么久 还杀了我隐灵们的尊者 欺人太甚 下一秒 六枚分身玉符 漂浮在徐凡的眼前 这一回 哪怕是赔了家底 他也得干了对方 今天就拿你试试 我傀儡俱棒的威力 天尾一号 出现在徐凡的身后 手中拿着破灵仙气 两块红色的分身玉符 隐藏在傀儡体内 而妖界 钢铁长城之上 一个化为人形的无敌妖尊 恼怒地看着 两界通道消失的地方 没想到吧 我还没走 连接你的那片区域 另外的两界通道 也有无敌妖尊镇守 不是你的东西 你拿了 就要承受其中的因果 这时 天尾一号 手持破灵仙棒 出现在了 无敌妖尊的面前 无敌尊者 惊悸的傀儡 当真是罕见 你是打算用这个 来为你只小鸟报仇吗 看来你手中的 这件仙气 就便宜我了 妖尊的眼神 有些稚热 一件白拿的仙气 没有任何的妖尊 可以拒绝 而这时 天尾一号 捏碎了一个分身玉符 炎原尊者的分身 出现在他的身旁 面无表情地说道 我只能抵挡不到一刻钟的时间 不是你一个人战斗 还有我 原来是大长老操控傀儡 你以为 有无敌尊者的分身玉符 我就会怕你吗 无敌妖尊向了起来 随后身形开始变化 一只玄月巨鹰出现 方圆千里 陷入一片黑暗之中 炎原尊者 看了看傀儡手中的仙气 劝说道 如果一刻钟 你能逃出去的话 我给你断后 一家大成妻傀儡 外家一件仙气 出点事 损失就太大了 天地一片黑暗 一轮玄月升起来 炎原尊者和大成傀儡 被笼罩在黑暗之中 徐凡问道 尊者 这家伙属于什么水准 算是出入无敌妖尊级别的 如果我真身在此 您该可以搏杀于他 那我就不客气了 尊者主公 我随后就上 我需要观察一下 他的战力到底如何 好说 我尽量给你拖延住 让他用出更多的手段 一尊燃烧着冬离神火的天地法像 出现在天地间 整个黑暗的天地被照耀得如同白昼一般 而随后又被黑暗吞噬 最后只能照亮周边的区域 操控大乘其傀儡的人族 你简直是找死 黑暗仿佛化作无尽的妖兵 对着尊元尊者和大臣傀儡冲来 玄月巨婴 早在你们妖族入侵人界之时 我便听过你的名号 可惜 那一场大战没有遇见你 这次 我们好好比划比划 严元尊者哈哈大笑 随后便控制着 燃烧冬离神火的天地法像 向着玄月巨婴真身的方向垂去了 一旁的徐凡 眼睛聚精会神地看着这一幕 第一次正是和无敌妖尊交锋 他必须要评估对方的战略 在徐凡眼中 这家伙已经是一头死婴了 哪怕这次杀不了 也要付出代价 肯定干掉他 他也不清楚 自己已经有多少年没有动过怒了 可这一回 他自己刚刚派出的妖尊被人斩杀了 这个面子要是不讨回来 以后如何在宗门中树立威胁呢 无尽的黑暗化作道道利刃 向着天地法像切割 天空中的玄月慢慢变成了血红 大长老 看到天空中那玄月没有 一旦玄月便为血色玄月 那玄月巨婴的战力 就会激增两成 徐凡听出了炎原尊者的意思 就是让他有手段抓紧用 要不然一会儿 这无敌妖尊就更加难对付了 尊者 玄月需要多久才能变成血红 以可中 徐凡当即控制着大臣傀儡拿起破灵 向着已经显露真身的玄月巨婴冲上去了 以可中 那就不用婉约 上去直接干 通天巨蚌出现在天空中 随后重重地砸下来 玄月巨婴专心地对付炎原尊者 对于大臣傀儡的攻击 一点都不在意 而就在大臣傀儡的巨蚌 要攻击下来之时 天空中正在变成血红色的玄月 突然激发出一道漆黑如墨的光线 向着大臣傀儡射来 挥舞着巨蚌的大臣傀儡突然消失 在玄月巨婴的另一端出现了 这一棒仿佛穿越空间敲在了玄月巨婴的本体上 玄月巨婴举起铁翼轻松挡下了第一棒 而正在和他对抗的炎原尊者 用奇怪的眼神看着大臣傀儡 意思仿佛是在问 就这 哪来的自信能打得过呀 徐凡啥也没说 控制着傀儡施展第二棒 操纵傀儡的人族 你就这么点本事吗 如何敢出现在我面前 玄月妖尊再次轻松地挡下了第二棒 可他不知道的是 操控傀儡的徐凡 嘴角带着一抹诡异的笑 大长老 你还是逃吧 我来给你断后 炎原尊者又开始劝了 他实在不愿意看到徐凡损失这么大 尊者 相信我 别看我现在攻击无力 可一会儿就说不定了 徐凡以极其风骚地走位 躲过了黑暗化作的剑刃攻击 这种攻击方式当真是愚蠢 换作是我 我就把这黑暗之地 画成一张张细丝巨网 看你怎么走位 徐凡刚一吐槽完 整个黑暗之地的攻击便大变了 竟然真的画成一张张巨网 向着他们席卷而来 好家伙 你还挺会听人劝的嘛 大成傀儡一手持棒 另外一只手单手结印 一轮金屋画作的猎羊 出现在黑暗之中 可随后 光源又被黑暗吞噬了 玄夜巨英阴冷地说道 人族 你的手段还是弱了点 妖族 妄下定论 会容易打脸的 随后 八轮金屋画作的烈日 出现在黑暗之中 一瞬间 整个黑暗之地彻底被照亮 一张张隐藏在黑暗中的巨网 唯能直接削弱五分 徐凡的声音传了出来 九日横空 我看你怎么玩 第五百一十五章 阎原尊者的声音传来 大长老 还有半课钟 徐凡点了点头 表示明白 随后他操控傀儡 第三棒 第四棒 第五棒 第六棒 一直到第七棒 玄夜巨英突然感觉到不对了 十人祖 你好胆子 徐凡的攻击啊 力度不怎么样 侮辱性极强 每一棒 都是以刁钻的角度 打在了他的头上 阎原尊者说道 大长老 还有一盏茶的功夫 那尊者 这一棒 你看好了 一道惊人的气势 从大成傀儡身上升起来 破灵棒甚至开始颤抖 傀儡核心的动能 被运转到极致 一道惊人的气机 锁定了玄夜巨英 让他产生了危机感 玄夜巨英心中有了一抹退意 他刚想逃离 第八棒就落下来 天地开始震动 一股强大无比的灵压 震住了玄夜巨英 破灵巨棒就这么朴实无华地 敲在了巨英的脑袋上 马上消散的 原言尊者突然睁大眼 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 玄夜巨英 脑袋就如同西瓜一样 肥美多汁 变成了一只无头鸟 空间一阵波动 随后天空中的玄夜 消失不见了 声音从远处传来 忍祖我 我记住你了 妞畅 马上消散的 言言尊者 仅用两个字表达了他的情绪 而徐凡有些失望 勉强可以和出入无敌之境的妖尊匹敌了 唉 被冰封的羽燕妖尊的头颅出现了 兄弟 他拧掉了你的脑袋 我敲碎了他的脑袋 虽然没死 但也算抱了一半了 放心吧 他已经记在了我的小本本上 必须要死 谁也保不住他 至于你 我给你算工伤 你的族群以后将享有宗门的保护 我能做的只有这么多 算起来 你还是引灵门第一个工伤死掉的妖尊 真是对不住啊 徐凡感到有些可惜 就这么不清不楚 被人拧下了脑袋 加入引灵门之后 没想啥福呢 就这么挂掉了 而这时 一股庞大的灵压 镇压住了大臣傀儡 人族啊 没想到我们这里 还有一位无敌妖尊吧 说话的正是逃走又反过来的玄远妖尊 旁边是一只背声四翼 长有龙头的怪鸟 我们两位无敌妖尊 今天看你怎么逃 玄远妖尊的语气特别得意 好像在看着带宰的羔羊 神族 打通两界通道 让我们过去搜寻 我给你一个逃命的机会 这话说的还挺顺耳 最起码给我留了一丝余地 我现在心情还不错 你们呢 赶紧离开 说不定 我会饶你们一命 徐凡那有恃无恐的语气 让玄远妖尊 怒了起来 人族 你那无敌尊者的分身玉符 已经没了 我看你如何嚣张 就在他要动手的那一刻 大臣傀儡手中 一枚幽蓝色的分身玉符 马上出现了 想死 我成全你们 有名尊者 两位无敌妖尊 瞬间大惊 仿佛遇到了什么恐怖的事情一般 瞬间突破空间 瞬移而去了 徐凡看着手中幽蓝色的分身玉符 哎呀 没想到嫂子的名头这么好使呀 只不过成本太大了 还不如等我突破到大城 再找你们报仇呢 好了 不当 建立临时基地吧 这大城傀儡 就在此坐镇 遵命主人 徐凡也是不禁感慨 还是有靠山好一点 经历一场大战 徐凡正打算休息 彭扶驾驶着蛇灵号回归了 拜见大长老 看你这么高兴 是不是收到什么好东西了 自打徐凡的商业部长回归之后 引领门宝库中的物资种类 开始慢慢变得丰富起来 现在他正在考虑 是不是迁移一个小世界过来 当作宝库呢 大长老 我真的收到了好东西 彭扶献宝似的 拿出一件残破的仙器 递到了徐凡的面前 这次去到一个 曾经辉煌过的宗门桌 船上 刚好有他们最需要的 灵宝矿彩 那个宗门没有那么多灵石 所以就拿这件残破的仙器顶了 如果能把这件仙器修好 那自然是最好的 如果不呢 我还可以倒卖给天恋座 稳赚不赔 徐凡好奇地接过来 这仙器倒是不假 只不过破损有些严重了 修补起来是比较麻烦的 不过总体来说 比重新炼制一剑 还是要容易一点 仙器如同一面破损的小镜子 整个镜面四分五裂 有的地方还缺失了 大长老 那这件仙器 咱们是留着 还是卖给天恋座 先留着吧 我看不透这仙器的深浅 若是把它修好 应该是宗门的一股助力 这仙器如果适合旁部长 修好之后就送给你了 我哪用得着仙器 大长老 多给我派几艘星舟就行了 现在 只要有星舟 就可以赚取大把的零石零矿 行 等后面 我让那些练器宗师 跟你练上几艘星舟 他们也可以出师了 那多谢大长老 对了 你下次走的时候 带上一号大长老 还有沙风主 送他们一趟 这个简单 多跑几个地方而已 徐凡交代完之后 回到小渊 开始休息起来 这场大战 他耗费的精力很多 虽然只出了八棒 但损耗 抵得过战斗好几天了 小渊中 徐凡正躺在躺椅上 揉着脑袋 突然想起了什么 不到 玉光妖尊在干什么 他正在给他的族人们上课 传授更加高端的神通 以稳住玉光兔一族 灵魂疗养馆的地位 通知他 让他讲完神通过来 给我舒缓一下 遵命 主人 不多时 一只长相端庄的兔儿少女 穿着一套极显身材的白色长裙 来到了徐凡小院中 徐凡淡淡淡地看了一眼 收回眼神 而玉光妖尊的表情中 有一抹兴奋 葡萄说 大长老师要放松一下精神 对 操控傀儡和一个厉害的妖尊 打了一架 现在有点过载了 麻烦您了 第五百一十六章 玉光妖尊说道 这个我拿手 大长老师回屋坐 还是在这里坐 有什么区别吗 在外就头部力量 如果回屋的话 我可以为大长老做全身力量 那 哪个效果好呀 当然是全身力量 因为精神上的过载 会引起身体其他地方的疲惫 嗯 那我们回屋坐 徐凡的表情 还是那么的正经 享受完一套全身力量之后 她回到小院的躺椅上 一脸舒爽地看向天空 哦 没事感受一下 还是挺舒服的嘛 我终于理解那些 去做正经大宝剑的正经男人了 哦 对了 哭当 派傀儡 把羽燕妖尊的头颅送回去 给他们解释一下 一架护宗傀儡 来到小院中 拿起羽燕妖尊被冰封的头颅 向着远处 风蓝羽燕的领地飞去了 唉 也算是为宗门办事 日后从他们族里 找个有天赋的羽燕 再培养成妖尊吧 主人仁慈 你什么时候学会奉承人了 主人 我说的都是实话 三天之后 蛇灵号星舟带着一号分身和沙雕 向着极空之雨飞去了 二号 刚好把新的星舟炼制完毕 主风后的平原上 一艘赤红色长有三万丈的星舟 坐落于此 二号分身介绍道 如果论性能的话 这星舟比被毁的引领二号要强上五成 其中除了空间跳跃 最大的功能还有一个极限加速 利用风雷之力可以瞬息数万里 西凡身旁站着一个小孩 用渴望的眼神看着这艘星舟 奶声奶气地说道 可惜 短时间内 我不能驾驶星舟了 斩铃长老好好修炼 另外要好好地长 人家那玉兔族给你送的兽奶 你必须要喝的 大长老 我听二号长老说了 我明明可以不用变这么小 斩铃一脸的优越 表情很是可爱 徐凡看着他 哼 斩铃长老 你以为我为什么把你变小呀 斩铃一愣 他总觉得 徐凡这么做 应该也是有原因的吧 这些天你难道没有发现吗 随着你的成长 你体内的仙气和你愈加的契合了 这难道不值得再长一遍吗 徐凡瞇着眼 他当初还直接想把斩铃变成婴儿 顺便再给他找几个奶妈呢 不过后来觉得 斩铃应该会接受不了 所以把他变成了 刚会走路的小奶娃 对不起 大长老 是我误会你了 这时 王雨伦来到徐凡的身旁 笑着说道 徐大哥 什么事 他刚才又教导了儿子一番 让儿子受到了很大的启发 成就感爆棚 徐凡笑眯眯地说 这是用你带货的旋风雷铁炼制的星舟 起个名字吧 旋风雷铁风雷铁风雷铁风雷铃 这两个名字很般配 那行 就叫风雷铁炼 让他暂时跟着旁扒 有任务的时候再出任务 你想有这艘星舟的两成收益 你这是瞧不起我吗 还拿我当不当我兄弟啊 王一伦瞬间就气愤了 而徐凡却摆了摆手 这收益不是给你的 而是给我侄女的 以后她的修炼法宝和资源 同样不需要零食 闺女要抚养 提高她的眼界 这样才不会被那些臭小子骗走了 灵儿已经是大姑娘了 以后需要修炼资源的时候 你要是什么都拿不出来 多丢人哪 你有多少加点 我还不知道吗 王一伦陷入沉思中 他觉得也是这个道理 那就多谢徐大哥 现在徐凡已经放弃了 用星舟采矿的想法 因为他发现 用星舟去疾控之余跑伤 收获比采矿来得更多 庞大的赤红色星舟的侧面 已经被葡萄控制的傀儡 涂装上了风雷号三个大字 徐凡笑着说道 二号辛苦了 总算有了新的星舟了 二号分身得意地说道 这辛苦什么 也是一艘这样的星舟 对于我这种练器大宗师来说 那还不是手拿把钻 徐凡笑着搓了搓手 那咱们两艘星舟什么时候开始练啊 那两艘更好说 都是现成的骨架 稍微改变一下形态 用不了多久就能出来了 我休息半个月 然后就开始干 巨兽分割处 由于有千灵宗的练器宗师加盟 现在已经到了收尾阶段 再过一个月 二号就可以开工了 不错嘛 徐凡正自得意 突然收到了葡萄的通知 千灵宗师来访 大长老啊 上次你跟我说的事啊 回去我让老大准备了一下 还真是打了雷鸟一族的无敌妖尊 措手不及啊 要不是跑得快 老大现在每天就可以遛鸟了 千灵尊者笑着说道 然后拿出一扇雷鸟巨翅 递给了徐凡 这是那雷鸟一族 无敌妖尊一半的翅膀 特地拿过来 让大长老看看 是不是能炼制法宝的好材料 徐凡看了看 可以以这半扇翅膀为核心 炼制一件道妻 可惜只有一半了 炼制不出来顶尽的道妻 但勉强能称得上精品 那就可以了 我名下收的那位弟子 马上要晋升大成尊者 这件道妻 刚好能当作礼物送给他 如果不着急的话 可以等接收极空巨兽星舟使 再过来拿 那就麻烦大长老了 都是小问题 他和千灵尊者的关系不错 偶尔白嫖一回 也不是不可以 听到徐凡的话 千灵尊者的脸上露出了微笑 果然白嫖就是快乐呀 哦对了 尊者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没事 我就是出来躲躲 嫂子去千灵尊了 我出来避避风口 啊 嫂子去千灵尊是好事啊 你躲出来干什么 这事吧 有些复杂 你就当每回嫂子来了之后 老大总会不高兴 那么一段时间 老大现在是无敌尊者之境 仙境已经经过千锤百炼了 除了在嫂子这件事上 没人可以让老大生气 第五百一十七章 千灵尊者可怜地说道 老大一生气 就喜欢拿我当出气筒 徐凡不动声色 嗯 尊者 你到底干什么了 让太上大长老这么急愁 我觉得 太上大长老 不像是不明便是非之人 为什么要随便拿你 当出气筒呢 哎呀你不懂 算了 跟你说不明白 我借助宗门本 宝地单上个一年时间 行不行 这有什么不行的 我现在就让葡萄 给尊者修剪行功 别说一年了 哪怕百年 那也不在话下 那就多谢大长老了 嗨 咱们两宗的关系 说这个不就见外了吗 就这样 极空巨兽分割场地 多出了一个监工 一个月之后 二号开始炼制星舟 向徐凡投诉 千灵尽尊者太过烦人了 迫于二号的投诉 徐凡去现场 去现场看了一眼 把千灵尊者给带走了 尊者想学炼器 没有啊 我就是好奇这个星舟是如何炼制出来的 徐凡看着千灵尊者的样子 拿出了一个玉碟递给了他 这是星舟炼制的全部过程 里面有详细的阵法解释 真的要是不懂的话呢 煮风学堂里 有阵法的全部教授过程 尊者要知道 任何一个炼器宗师都受不了炼器的时候 别人在旁边问东问西的 这是忌讳 千灵尊者问道 大长老 你那二号分身是不是嫌我烦了 对啊 炼制平常的星舟也就罢了 可现在这么好的材料 当然要炼制最顶尖的 这就必须全神贯注 无法分出多余的精力来 而且你以后的先起 很可能都是二号来炼制 如果他对你不满 他会怎么做呢 千灵尊者突然感觉 自己做了一件蠢事 徐凡建议道 尊者要是真的觉得无聊 可以去虚拟世界里玩一玩 随着引灵门把周边的妖族清理干净 龟缩在钢铁长城之内的凡人们 开始逐渐地向外扩散 虽然还没有恢复到妖族入金钱的样子 可有些地方已经更胜以前了 而虚拟世界已经完全融入到他们的生活中 学习交易做任务 生活中的各个方面都是以虚拟世界为主 随着徐凡创建的虚拟世界发展 现在这里主要是以服务为主 变成了凡人的第二个乐园 徐凡手中出现了一个虚拟舱 尊者啊 你卸掉一身修为 就可以去虚拟世界中找寻更多的乐趣 躺进去就能自动连接了 早就听说你们这有什么虚拟世界这个东西 一时间的没机会去看看 既然大长老推荐了 我就进去里面看看有什么好玩的 可以试一试 徐凡吩咐葡萄 给千灵尊者送上了一份游戏沉迷大餐 与此同时 尚尊先成 庞府把一号送到这里 就离开了 约定一年之后再过来接他 一号分身看着熟悉的城市 笑了起来 火山仙镇 早之前 火山仙镇上的神火凤凰 现在已经变成了麒麟 一种舍我其谁的霸气从麒麟身上散发出来 唉 不知道老哥到底怎么样了 一号分身来到了炼器店的门口 这里还是像以前一样热闹非凡 求购定制法宝的修饰 比以前看起来更多了 一号分身向着炼器店的内店走去 内店的隔绝法阵 自动给他打开了门 一号分身一进来 就看到了正对着一张阵法 眉头紧锁的老大哥 炼器店店主 老大哥 我来看你了 炼器店店主一抬头 大喜说道 哈哈哈哈 兄弟 你终于舍得回来看我了 随后 他突然震住了 上下打量一眼一号分身 震惊地说道 你晋级炼器大宗师了 哎呀 老哥是真的厉害 我明明把气息全部隐藏起来了 没想到最后还是被老哥发现了 你气息隐藏得很好 但哪股劲我认得出来 炼器店店主突然开始感慨了 当时我就感觉 你晋级炼器大宗师 用不了多长时间 但没有想到 那一天来得这么快 而我 还是一个炼器宗师 哎 老哥别这样 我这次来呢 就是想把晋级炼器大宗师的经验 跟老哥分享一下 而且 我还给老哥准备了礼物 请老哥务必收下 你人来了就好 送什么东西 老哥现在能缺什么 你打开看一看嘛 应该会喜欢的 哦 我倒是要看看 是什么东西 炼器店店主好奇地打开了浴盒 田运石 惊不惊喜啊 本来想给老哥练一枚戒指的 后来想了想 还是直接送给老哥的了 毕竟这玩意儿自己练起来更加的顺手 啊对了 老哥 我最近收到了很多仙界势力的广告 我想问一下 您父亲加入的是哪个势力啊 好像叫什么 天道宫 我也没怎么关注过 当初有好多金仙势力坐镇的宗门 都头分身到此间 拉拢我爹 那时候我还小 我就记得那些人 把好东西成堆成堆地塞给我 到现在 有的都没有用完 本来谈得好好的 要加入那油仙姑 但最后 又被一个特别厉害的人给结糊了 那个势力 巨少有大罗作证 前辈这么厉害啊 就那样 最近他联系我 想让我飞升 说是现在两族大战 我在此间太危险了 危险吗 我一直都感觉不到 虽然现在上尊飞升了 但是这个上尊仙城 时常有序号靠前的无敌尊者作镇 一般的妖族还不肯来呢 一号分身劝道 我觉得吧 其实去仙界不是为一个好的选择呀 我倒是很想去见见老爷子 但是我曾经在他面前夸下海口 不用他的帮助 我也能晋升为大宗师 都在下界这么多年了 眼瞅着 有兄弟帮助晋级练起大宗师 有希望了 岂能亲自放弃 兄弟 你这次来 不是单纯的来见我吧 嘿嘿嘿 老哥果然懂我 我想从老哥手里再买一朵神火 老哥也知道 我本体有两个分身 一朵神火它不够啊 咱们兄弟之间 难得有缘 你也是我半个引路师傅 一朵神火而已 不要说买不买的事情 练器店店主手中出现了一团猪雀神火 回归成最原本的状态 变成了一个红色金盒 你已经有了凤凰神火 这个朱雀神火 一定送给你吧 比凤凰神火的威能 还要强一点 你应该可以掌控 练器店店主的表情十分随意 仿佛给出来的 只是一块无关紧要的石头似的 第五百一十八掌 一号分身看着手中朱雀神火的金盒 不禁陷入了沉思中 这东西也就是名字威风一点 在仙剑随便找个金仙 就能凝卷好多这样的神火 我爹怕我用得不顺手 可三差五就给我送一个 不管神火怎么样 老哥这个情我认下来了 兄弟之间不说这个 那我们说点别的 一号分身随手投影出了一座鲜文阵法 这一下炼器店店主的眼光彻底被吸引住了 这就是一号分身给他准备的礼物 光着一个鲜文阵法 他推演了近百年 无论在炼器还是休息 他的脑海中一直在推演 一直到晋级炼器大宗师之后 这个法针才被彻底推演出来 徐凡也看过 按照徐凡的话 这就是私人私密定制 掰着嘴喂食 只要是有点天赋 有点基础 紧急打宗师 那无非是时间问题了 炼器店店主这一看 足足就看了九个月 一号分身也在这里 坐了整整九个月 突然 整个炼器内店颤抖了一下 一号分身惊讶地发现 这里野他娘的是一件仙器 他以前居然没有发现 炼器店店主缓缓地睁开眼 起身对着一号分身 行了一个师徒大礼 一号分身赶紧侧步 闪到一边 然后用力地把炼器店店主 给扶起来 哼 这个 这个老哥 你这是折我的瘦啊 老弟这个鲜文法针 简直是刻在了我的心坑上 炼器店店主的脸上 还带着一抹痴迷 一号分身笑着说道 这是我根据老哥炼器一道的感悟 用百年时光推演出来的 根基鲜文阵法 老哥有用就好 这时 一道灵光突然从炼器店上落下来 变成了一道灵光虚影 这是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 周身散发着一种独有的气质 眼中鲜文流转 一看就是炼器一道的 二旦 我都说了多少遍了 不要叫我二旦 好的 男子笑着回了一句 随后就被旁边的鲜文阵法给吸引住了 我的天哪 这是哪位炼器大宗师掰的嘴给你喂饭呢 这鲜文阵法推演的比我还要用心呢 男子的手里也出现了一座鲜文阵法 和一号分身推演出来的有七成相似 他看着一号分身笑着说道 是你这位朋友帮你推演出来了吗 我和二旦谢谢你 炼器店店主黑着脸部说话 一号分身看到这一幕 这才明白炼器店店主对他的父亲 怨念是来自于哪了 这小明什么的 当着别人的面就这么说出来了 老头子 有事快说 没事就惯了 炼器店店主一脸的不耐烦 虚应男子却是微笑着说 我这不是过来恭喜你 晋级为炼器大宗师了吗 顺便给你发出天道宫的邀请 等你炼制出第一件仙器后 咱们父子就可以团聚了 人族和妖族正在大战 我们好歹受过上尊的恩惠 怎能什么都不管就飞升 臭小子 两族大战岂是你能左右的 再说了 真的要分出个结果 可能需要好几千年 甚至数万年 你等不到那个时候的 那我不管 反正能拖多久 我要拖多久 那好 你不管我也不管 咱们到时候看看谁的手段厉害 虚应男子轻哼一声 一座传送法阵 出现在炼器店中 灵光闪烁 一枚空间戒指被传送过来 一号分身随眼一看 道气级别的 还不是基础的那种 好了 时间有限 不跟你聊这么多了 记住 我再给你三百年 到时候你要是不飞升 自然会有人带你飞升 虚应男子说完 身体开始消散 他最后看了一号一眼 我在仙界等着与小友论道 一号分身笑着说道 老哥 你和前辈的这种交流方式 还真是很奇特呢 都是一万五千多岁的人了 每次给儿子送东西的时候 还要气我一回 你说 有这么当爹的吗 我倒是觉得 前辈乃真性情 他也是想更快地见到老哥呀 我当然知道 但是 这也不妨碍我生气呀 老哥明白就好 来来来 兄弟 刚才那个先闻法阵 我虽然误了 但其中还有些地方 比较模糊 你来给我讲一讲 这一教一学 又是三个月过去了 直到庞府的星州到达 炼奇点店主 炼炼不舍 和一号分身告别 相约下个时候再见 风雷号上 一号分身 看着越来越远的上尊仙城 不由地笑出来了 他感觉 这一趟有些亏 本以为可以和老哥续旧 顺便休息一会儿 哪曾想上了那么长时间的课呢 庞府在一号身边笑着说道 一号长老 我还以为等不到你了 约好了的事情 哪能随便爽约呢 对了 庞阁主 最近有没有什么大事发生啊 其他都很正常 唯独比较不妙的是 宗门聚灵阵的灵气 快有些攻击不足了 好 是因为那只独角巨蛇吗 对 现在宗门 每天至少有三成的灵气 被独角巨蛇吸收 那没有扩展其他的聚灵阵吗 本体不可能这么蠢吧 大长老说了 等你回来 再解决这个问题 一号分身无语地看着星河 还真是懒他妈给懒上香 懒乱套了 此时 引灵门中 徐凡已经真切地感受到 灵气吸薄了不少 他看着水平面 已经开始下降的灵液壶 每当这灵液壶快要填满的时候 总有一些东西出来填乱 也不知道 这是不是我的错觉啊 师父 这个灵气吸收的速度 已经算是最慢的了 要不是你每天为他那些灵矿粉末 咱们宗门每天一半的灵气 都顶不住吞蛇蛇的消耗 李星辞说完 一道庞大的蛇身 从灵液壶中窜出来 犹如蛟龙出海 庞大的蛇头 很快就凑到了徐凡的旁边 以前 徐凡还能摸到吞蛇蛇的头顶 现在呢 只能给他挠下巴了 徐凡本来以为 引灵门有了资源 养一只极空巨兽 不成问题 可是他哪料到 这吞蛇蛇这么难养 光是一天吸收的灵气 就让徐凡有些力不从心了 日子呀 是过得越来越捉襟见肘了 星子 什么时候才能把他送出去啊 师父 再坚持一段时间 等着吞蛇蛇彻底认你为主 主动与你签订契约之后 便可以把他放回极空之狱 还得坚持到啥时候呀 为师这么大一池的灵夜壶 水平面下降了不少了 徐凡一边摸着吞蛇蛇的下巴 一边有些心疼的传音 而李星辞估算了一下 回了一句 起码需要五十年 第五百一十九章 徐凡叹了一口气 哎 结缘是不行了 剩下的只能开流了 灵气这种东西 想一想办法 还是能搞定的 一番亲切互动之后 吞蛇蛇回到了灵夜湖中 徐凡和李星辞在湖边散起了步 星辞啊 阮天长老最近怎么样了 吃下师父的丹药已经无大碍 现在正在修炼转世重修的屯通 嗯 那就好 师父 徒儿想请教一件事情 哦 什么事啊 徒儿自从修炼了师父改良之后的百世轮回神通 越发地感觉到 轮回世界越来越真实 真实 那就对了 为师给你推演这神通时 感觉到了一个类似天道的东西 你的百世神通经历的世界 也都是由他来推演的 好了 别想那么多 只要不再轮回世界中沉沦 这神通啊 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的 听着徐凡的话 李星辞点了点头 天空中划过两道顿光 青色的是李初凡 白色的则是斩铃 一年多了 他还是那个小奶娃 不过 已经可以驾驭飞剑在空中压弯了 小爷爷 你还说当初多么多么厉害 现在同为炼器高层 你光是速度就比我慢了三分呢 李初凡一边说着 一边回头笑看向斩铃 初凡 刚才爷爷只是跟你闹着玩的 你真以为把修为压制到同境界 爷爷的速度快不过你吗 斩铃脚向的飞剑 瞬间化成小灵舟 他一掌拍下来 一个由灵气组成的火箭尾翼喷气筒出现 随后爆发出了强大的推力 速度猛然增至数倍 一把就超过了李初凡 爷爷你耍赖 这算什么玩意儿 我难道不是靠自身的实力加速吗 既然爷爷你这么说 那我就不客气了 李初凡拿出树莓符咒 当即全部激活 一时间他也如特效加深一般 背后长出了翅膀 脚下出现了飓风法阵 一个喷气筒也出现在空中 李初凡的速度快了很多倍 几乎要追上斩铃了 看着天空中的二人 徐凡笑着说道 哼 他们俩的花样是越来越多了 以前那些弟子修炼的东西我还能看懂 现在再让我回去看 我都感觉有些蒙圈了 李星辞也是笑了 他有时候在宗门中散步 就感觉自己处在了一个特别诡异的地方 怎么说呢 有点像师父讲的那种奇怪的都市 这时 一对怪异的傀儡战机 从天空中瞬间划过 速度不亚于化神机修士的权力顿数 徐凡笑着说道 万变不离其宗 哪怕花样再多 还是那些东西 那师父以为道的尽头是什么 道的尽头 你怎么突然对这个感兴趣了 道的尽头 简单来说是一片混沌 一片混沌 李星辞有些不明白了 而徐凡则是耐心地说道 道是规则 当你的实力可以创造道的时候 那就证明你站在了道的尽头 不过最好不要那样 为什么 因为那样很没意思的 徐凡说着一步踏出来 身体开始淡化 化成最精准的灵力 繁补天地 李星辞笑了 师父的灵石分身术 用得瑞来越精妙了 这时 李初凡 出现在李星辞的身旁 你不是要去跟斩铃爷爷比赛吗 小爷爷耍赖 竟然用法宝提速 不跟他玩了 爹 娘什么时候转铃重修 变小之后 我要带着娘出去玩 你娘的情况不一样 不会变成小孩的 李星辞微笑着摇头 那你要师祖改下 她要是变成小女孩 一定很可爱 听到儿子这话 李星辞突然感觉 这个提议好像也不错 回去吧 我会给你师祖说一声的 半个月之后 在徐凡的期盼中 彭芙带着一号分身回到了宗门 一号分身皱着眉头 本帖 等我干什么 徐凡笑了 你也知道 宗门灵气短缺的事情了吧 那你开绝石聚灵阵哪 等我干什么 二号在炼制极空巨兽星中 我只能找你 这一回 我想着一步到位 炼制出 以掀起为核心的聚灵阵 这样就方便后续的计划了 一号分身一愣 掀起级别的灵矿准备好了吗 据我所知 宗门宝库里 没有那种东西了吧 徐凡却是黑黑一笑 你忘了咱们是什么身份了 缺东西 刷脸不就完了吗 旁服去接你的时候 千灵尊者刚好回去 估计这时候 已经在送货的路上了 一号分身叹了一口气 只能无奈地说 好吧 等灵矿齐了再来叫我 我算了 明天就回到 你先休息一晚 明天辛苦了 本体 你是真的狗 狗他妈给狗开门 狗到家了 徐凡笑眯眯地回答 哎 你我本为一体 那以后 你就是一号狗子了 一号分身 没有搭理贫嘴的徐凡 返回到洞府中 与此同时 二远拿着一包零食 正看着哥哥二帖 炼制法宝 师父回来了 一看到一号回来 二远也开心地说道 一号分身笑着回答 看来 为师走的这段时间里 你和你哥哥都很勤奋嘛 二远一脸地骄傲 那是当然 我已经挑战成功 金丹七晋级初级亏来 你哥最近有什么进步吗 一号分身看着 正在炼制法宝的二帖 满意地点了点头 正常的炼起时 炼起时都不会分心的 二远连忙说道 过来求我哥 炼制法宝的师哥师姐们 越来越多了 二远说着 还不忘把手中的零食 递给了一号分身 同时又拿出一片 烤制的肉片 放进自己的嘴里 一号分身看着 便宜图二炼制法宝的手法 虽然在他眼中 拙劣无比 但是同等级别相对比起来 已经是不错了 不多时 二帖就把法宝炼制完毕 看到师父回来 他的脸上也瞬间乐开了话 师父 这是我刚炼制出来的一间法宝 订魂塔 二帖兴高采烈 把炼制好的法宝 放到了一号分身的手里 一号分身看了看 然后非常委婉地说道 二帖 你有没有听过 一招先 吃遍天 你以后啊 专心炼制零剑 未来绝对大有可期 至于别的嘛 就不要碰了 一号分身这话 二帖是听明白了 他有些沮丧了 师父 我以后难道只能炼制零剑了吗 哎 那要根据你对自己未来的定位来说了 如果只想简单地晋级炼器宗师的话 全面发展没问题 可你知道 为师给你的定位吗 也是为师对你的期盼 至少炼器大宗师 要想到达那种境界 你只能 专精一条路 自己选吧 第五百二十章 一听这话 二帖一下就兴奋起来 有些激动地问 师父 我未来真的能达到那个境界吗 为师只是说 有这种可能 二帖眼神坚定 师父 我明白了 徒儿以后 会专精炼制零剑这一条路 旁边一直看着的二远 则是有些发愁 那我要不要转为剑修啊 二远有些为难了 他走得是竖法一道 一号分身看着他 你不用 你哥哥真成了炼器大宗师 还会少了你的法宝吗 就这样 二帖坚定了以后的方向 而正在宗门外执行任务的向云 心情莫名的好 就感觉有什么好事要发生了 第二天 古典星洲降落在了十万里巨湖的湖面上 千灵尊者呲牙咧嘴 从古典星洲上下来 找到了徐帆 徐帆疑惑地问道 尊者 你这是怎么了 哎呀 本来想着出来躲一段时间 回去之后就没事了 哪知道 该有的总会有 躲都躲不过去 老大就是故意的 不过大长老放心 你要的灵矿都给你带过来了 一样都不差 看着千灵尊者无奈的样子 徐帆手中出现了一枚玉瓶 多谢尊者 这是地缘丹 没事吃一颗 有益于身心健康 能缓解肉体和灵魂上的疼痛 伤心的千灵尊者在引领门没待多久 驾驶着心爱的古典星洲 飞向了极空之域 千灵尊者走后 徐帆又找到了一号分身 要不要设计图啊 本帝 你是在质疑我 还是质疑自己啊 炼制这么个玩意儿 需要个屁的图啊 一号分身收走了灵矿 朝着地下空间炼击电走 一句话也不想多说了 徐帆则是满意地笑了 等到一号炼制完 他就可以积绝好羊毛了 处理完事情 徐帆正想咸鱼 突然一套惊人的剑光 以难以想象的速度 向着引领门飞来 剑光消逝 剑无极出现在引领门之外 终于回来了 剑无极有些感慨 而下一刻 王向池就出现在他的身旁 剑无极跪下来 行了师徒大礼 师父 赶紧起来 这些年没受苦吧 这些年 跟着那九剑尊者 没有受什么委屈 只是越来越想念师父 和飞羽师弟 飞羽师弟 现在回来了吗 王向池摇了摇头 你师弟现在还没有消息 师弟是那种小心谨慎之人 一定不会出事的 先跟我回座门 这次那九剑尊者 怎么舍得放你回来 他被其他的尊者 邀请探索秘境 嫌我碍事 所以把我放了回来 他说出来后 就会来接我 这次回来 就得宗门好好休息吧 很快 两人见到了徐凡 再次看到见无极 徐凡也是十分感慨 无极啊 以前宗门弱 没能护住你 可这一回不一样了 如果你不愿意的话 以后没人能把你 再从引灵门带走了 多谢师祖爱护 徒孙不想给宗门惹来外敌 再说那九剑尊者 待我也不错 所以我想继续跟着修行 等日后那九剑尊者 飞升上界 徒儿再回来 会宗门效力 见无极表情真诚 徐凡也是十分满意 如此可教呀 他手中出现了几瓶 疗伤和恢复灵气的灵丹 这些都是闲暇之鱼 炼制出来的 无极 功法神通法宝 你都不缺的 师祖没什么好送的 就送你一些 平常的灵丹吧 多谢师祖 很快 黄向迟和剑无极 就告辞离开了 看着他们的背影 徐凡手掐法绝 这位天命之子回来了 那另一位 嗯 引龙之相 看来也要回来了 要不要薅一把呢 怎么着也是师祖呀 要好点脸是吧 西凡终于忍住了这个非常有诱惑力的想法 但是他知道套路主角多了肯定会出问题 就比如他从来不愿意见到叶湘瑶 只要对方一出现肯定是没什么好事的 西凡正想着呢收到了葡萄的汇报 主人 龙蛋与吞星蛇打起来了 徐凡直接弹射起步 向着灵叶湖的方向飞去了 此时 灵叶湖正击飞狗跳呢 徐凡本来以为 吞星蛇会占上风 哪知道来了一看 吞星蛇被打得嗷嗷直叫 徐凡一挥手 一道屏障 出现在了两者之间 出手 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吗 不能打架 看到徐凡来了 原本看戏的天极龟和胶鼠巨龟 瞬间觉得没什么意思 沉到了灵叶湖的湖底 徐凡则是一脸严肃地 看着龙蛋和吞星蛇 为什么要打架 两个小家伙开始比划起来 徐凡看了半天 也没看明白 最后 他随手换出了沉进湖底的天极龟 他们为什么打架 天极龟叫了一声 徐凡瞬间就明白了 一脸不争气地看向了 被砸的遍体鳞上的吞星蛇 不是 你连个蛋都打不过的吗 吞星蛇一脸的委屈 他只是不小心碰到了这些蛋 哪成想 六枚蛋联合起来打他 徐凡也不惯着 扭头又开始训斥那些蛋 你们六个联合起来欺负人家一个 也不嫌丢人 那些蛋开始上窜下跳 表达着徐凡看不懂的意思 就在这时 一枚龙蛋的蛋壳 突然裂开了 把徐凡吓了一跳 哎 我就说一句 小祖宗们 你们咋吧啦 一声奶声奶气的龙银声响起来 一条长不到十寸 带着真龙气势的金黄色长龙 从蛋壳中一跃而出 在空中转了一圈之后 没有找到自己要找的人 转身就落到了蛋壳旁边 开始吃蛋壳 哎呀 这是徐刚家里的 葡萄 赶紧把人都给我叫来 很快 徐刚和李星辞出现在徐凡的身旁 徐凡笑着说的 刚啊 你家的蛋孵化了 带回去好好培养 星辞啊 这个神兽该如何培养 你知道吗 这种神兽 一般都有传承 前妻未带血肉之时 后期想吃什么他会自己说的 吃完蛋壳的黄金小龙 看到徐刚之后 眼神一变 飞到了徐刚的头上 盘成一圈 呼呼大顺 师父 这龙蛋不是要过几年才孵化吗 谁知道呢 刚才我宣了他们一顿 可能是被气到了 提前孵化出来了 这时 一道灵气漩涡 出现在了徐刚的头顶 徐凡有些无奈 又来一个耗能大户 他们家的日子啊 怕是要揭不开锅了 李星辞想了想 师父要是无事的话 可以多练这几炉最顶级的五星单 应该可以减缓这灵气的消耗 好 逐温的吗